应该是什么,computer 他就怎么样呢 把后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资料怎么样呢 把它带过来 输出到这里 那如果答对的话呢 就 就write加1就对了 他只有显示 答对了 OK 然后呢 反复反复跑的 跑完之后的话呢 哎,这个地方data也是一样 假设我这边 大概再run一下 那 比如说我这边 OK,那大概 那就会有个时间 好,第五题enter之后的话 跑完,对不对 那我就会怎么样呢 会把最后的时间 再取得 然后呢丢给 end 然后并且怎么样呢 您花费的时间为 把end减掉什么start 有没有 就是 但是呢 我讲过嘛 因为 current time minus的单位为毫秒 所以必须怎么样呢 除以千 因为如果没有除以千的话 他是毫秒哦 毫秒的话就是一千 OK 那几秒 然后呢 在几题里面 那这边就用 怎么legs 他的总长度 有没有 几题 那总共五题嘛 答对几题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一题的话大概在 这个只有 所以如果抽到210 这样只有一半的分数而已哦 哦 我也不要 哦 对 不过这一题出现几率 我看好像蛮 哦 不 不能 不能这样讲 如果哪一天 礼拜三刚好抽到这一题的话 对 我也还好 就是说 如果你刚好 他一定会有一题很难 一题非常简单 所以如果你抽到210 你要庆幸 为什么 因为你 第二类的那一题 一定是 他会挑一题最简单的给你 所以 第二类那一题 如果有50分 你这一题只要拿 一半的分数 反正就是把预设写出来 如果 把那预设写出来 如果说你自由出题 不会写 没关系 这样就有75分 至少 OK 大概是这样 那我等一下会把 这个画面里面的资料给各位 那所以呢 基本上的分成几个区块 第一个 把题目读到正列里面 第二个取得时间 第三个开始出题 然后第四个就是怎么样 把结果秀出来 大概会分成四个区块 可能 各位比较有障碍的 应该是二维正列 如果习惯了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正列太好用了 尤其配合回圈的时候 配合资料库的时候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网路上那边还有别人的解答 我想你也可以参考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部分是我自己 自己的 用我自己的 可以理解 也比较好记的方法 来写出来的 那当然网络上有别 别人 可以这个别的这个参考 可以也可以比对一下 那最好是 那个逻辑是你自己 记得起来的方式 然后礼拜三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 你可以很流畅的打出来 没有Bug 那那个就是最好的解答 好